到了90后这一代的话 它慢慢的就原来那种 大黄大紫的 大花大绿的 它就慢慢变成更加的简洁 素雅 往这方面走的速度 比我们原来设想的更快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的话 会更加的去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画面中正向记者分析 当下年轻人审美趋势的 台二代名为杜骏毅 在大陆打拼20余年间 他和父亲一起将富力真金 打造成湖南家访行业 一个响亮的品牌 在杜骏毅看来 大陆广阔的市场 给其更大的发展空间 近两年 借助大陆互联网产业 发展的东风 他带领员工探索线上营销 同时升级产品设计 卖场空间 业绩稳步增长 目前 富力真金在全国有200多家门店 其中70%在湖南 在积累优良口碑 和忠实消费者后 杜骏毅延续父亲 稳扎稳打的经营理念 准备拓展与家访 关联度较高的家居业务 却发现商标被侵权了 他随即开始 知识产权维权行动 在此过程中 杜骏毅多次得到 湖南省及长沙市 相关部门的协助与指导 最终在2022年 取得富力真金第20类商标 并成功启动新业务板块 杜骏毅说 企业维权的成功 不仅巩固了品牌竞争力 还更加坚定了 他在湖南这片热土 持续发展的信念 杜骏毅告诉记者 在大陆发展这些年 他感觉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所以经常会将自己 在大陆发展的感受 在两岸交流活动中 与台湾青年交流 鼓励他们到大陆追梦 两岸青年融合发展论坛 他们是邀请了 大概有三四十位 台湾的那种青年过来 他们问我们在这边怎么样 然后他们会聊一下 比方说他们在台湾 在做什么事情 在广工做什么事情 看看有没有可能落地的 与湖南姑娘喜结连礼 两个孩子在长沙上学 父母留在湖南养老 姐姐也在身边 协助管理公司 杜骏毅称 他们一家三代都是新长沙人 对长沙大街小巷的了解 已远胜于故乡台南 杜骏毅表示 希望更多台湾同胞 能多到大陆来走一走 看一看 亲自感受大陆的发展 与这个营商环境方面的话 经办人员的 这种考虑问题的角度 也会尽可能地 站在我们企业方面的角度 来给我们一些便利 在生活方面的话 我自己的老婆也是永州的 然后两个孩子的话 都在这里读书 我们觉得一家人 在这边适应的话 还是蛮好的 杜骏毅向记者介绍 他曾在台湾的课堂上 背诵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想象洞庭湖的水添一色 如今他的孩子们 在湖南背诵着相同的诗句 他说台湾永远是 他最美好的回忆 湖南则是 他充满希望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